话说,河北宝定人柳芳华,富甲一方,喜欢结交朋友,好多人慕名投奔他,家中常常兵棚满座。 他经常不惜千金帮人解救急难,借给宾客们的钱,从来不去所还。 只有一个叫公孟币的陕西人,从来不找柳芳华借钱。 但是,他每次来后,在柳家一住就是一年。 公孟币谈吐文雅,柳芳华和他相处得不错。 柳芳华的儿子柳和,很喜欢和这个公叔叔玩耍,每次从私塾放学回来,公孟币就和他揭开屋子里的地砖,把石头埋进去,戏称是在埋金子。 慢慢地,把无所大房子的地面全埋过了。 柳家人都笑公孟币和孩子一样淘气,任由他哄着柳和晚,没有阻止。 一晃就过去了十年,柳家渐渐衰落起来,好多酒肉朋友渐渐疏远了他家,不再上门。 然而,瘦死的骆驼比马大,酒宴通宵达旦,也是常事。 等到柳芳华晚年时,已经无力支撑下去了,只得变卖田地来款待投奔而来的客人们。 柳和长大后,遗传了父亲豪爽的秉姓,学着父亲结交年轻的朋友,挥霍起来也是没有节制,柳芳华也不禁止他。 后来,柳芳华去世的时候,连棺材也买不起,还是公孟币拿钱出来,办了丧事。 柳和很信赖和依仗公孟币,家里的事物都委托他负责。 公孟币每次外出回来,都会从兜里掏出一些砖头瓦片,扔在屋角落里,柳家人也不解其意,听之认之。 柳和觉得生活困苦,常常对公孟币抱怨。 公孟币说道,孩子,你还小,设事不深,还没有真正感受到贫困的滋味。 假如现在给你一笔巨款,你仍然会拿去挥霍一空。 再说了,真正的男子汉,应该忧患不能自立,哪里忧患贫穷呢? 后来,公孟币告辞而去,再也没有来过。 柳家能卖的东西早就卖完了,已经穷到吃糠燕菜的地步。 柳母就对柳和说,让他去找未来的岳丈家求助,顺带谈论婚事。 岳丈是无极限的皇大户,听说柳家败落,起了毁婚之意,柳芳华伴丧事时,他也没有来吊艳。 柳家以为路途遥远不变,也就没有在意。 谁知柳和长途跋涉到了皇家,皇大户听说柳和衣衫破烂,一副落魄的样子,吩咐看门人不让他进来,并且让看门人转告,要想娶亲,先拿一百两银子来。 柳和在皇家门前哀求了一天,饿得头昏眼花,还是对门的柳老太看不过眼,把柳和叫进屋里饱餐一顿,送了他三百个铜钱的路费,劝他回家。 回到家里,听完柳和的哭诉,柳母想,过去在他家欢宴的宾客门,十有八九借过钱,就让柳和找他们求助。 柳和犹豫着说,假如我家仍然富有,骑着高头大马去借钱,千二八百的,他们都会给。 如今,我家穷困潦倒,他们怎么可能借钱给我们? 再说了,当初也没有留下借据,他们会认账吗? 柳母无奈地说,正所谓病急乱投医,试试看吧。 结果正如所料,柳和花了二十多天时间,跑遍借钱的人家,连一文钱也没有借到,有的甚至闭门不见,连饭也不管一顿。 只有唱戏的李四,从前得到过柳家的照顾,无意中碰见柳和,得知柳家拮据的现状,赠送了一两银子。 母子二人大哭一场,自此就断了娶亲的念头,母子二人苦度时光。 再说,皇家的闺女,皇大户逼着她重新说亲,她誓死不从,还怒斥父亲背信弃义,不仁不义。 皇大户夫妇很是生气,整天呵斥女儿,女儿也不理他们。 忽然一天夜里,一群强盗闯进皇大户的家里,采用袍落之行,逼迫皇大户夫妇说出家里藏钱的地方,把钱财席卷而空,皇家顿时沦为贫困之家。 三年过去,皇家实在支撑不下去了,这时来了一名富商,贪图皇室的美貌,拿出五十两银子的聘礼,要娶皇室。 皇大户夫妇贪财,也不管富商年纪大了许多,当即答应下来,逼迫女儿嫁人。 皇室在迎亲的前夜,撕毁了新娘服装,在脸上涂抹了泥土,连夜逃了出去,沿途乞讨了两个多月,终于到了柳家。 刘母还以为是乞丐,拿出一点剩饭款带她。 皇室哭着说道,我是你的儿媳妇。 讲了遭遇,刘母抱着皇室痛哭。 哭了一阵,刘母擦干眼泪,把皇室拉进屋里梳洗一番,皇室从此住在了柳家。 但是,柳家太穷了,一天只能吃一顿饭。 刘母担心皇室吃不了粗茶淡饭的苦,皇室笑着说,一家人能在一起,我已经知足了。 再说了,我尝过了讨饭的滋味,家里再苦,也苦不过乞讨吧。 有一天,皇室打扫卫生,发现阴暗的天屋,角落里堆着一堆东西,用脚一踢,硬邦邦的,捡起来一看,竟然是银子。 皇室惊喜地跑去告诉柳和,柳和一看,竟然是以前公孟毕扔的砖头碎瓦,全部变成了银子。 柳和暗想,当初他和公孟毕在屋里埋石头,公孟毕说埋的是金子,会不会是真的呢? 但是,那些宽敞的大屋,都卖给了别人,他们一家人住在天屋里。 柳和手里有了银子,就把五间大屋全部赎回来了。 柳和发现,屋里有些地面破损了,原先埋的石头露出来,仍然是石头,不觉有些失望。 但是他不死心,翻挖地面,发现埋着的石头果真都变成了金子,忍不住喜极而弃。 柳家转眼间成了富户,柳和赎回了田地,购买了奴仆,柳家的繁华,超过了以往。 柳和暗暗下定决心,一定要自强自立,不能辜负了公孟毕叔叔。 他一改以前的豪爽个性,对于那些重新讨好柳家的所谓朋友,一概拒之门外,再也不挥霍了。 柳和闭门苦读,三年后,高中举人,光耀了柳家门亭。 柳和为了感谢柳老太,特地先依怒马,仆从成群,来到他的家里,送给他不少银子。 柳老太,很是惋惜地说,可惜黄家女儿失踪了,不然与你是多么好的一对。 你现在娶妻了吗? 柳和说,已经娶了。 黄大户因为女儿逃走了,被富商追逃五十两的聘金,可是,钱财已经花去一大半,无奈之下,只得卖掉房屋偿还聘金。 黄大户夫妇住在矮小的偏屋里,穷困潦倒,上顿不接下顿。 听说柳和发达了,来感谢柳老太,感觉无言相见,闭门不出。 柳和把柳老太接到家里,让他看看自己的老婆。 柳老太一见,想不到是皇室,惊讶的嘴都合不拢了。 两人坐下来,谈论起别后的境况,也谈起了黄大户的境遇。 黄氏不免唏嘘起来。 后来,在柳老太的调节下,黄大户夫妇来到柳家谢罪,柳和看在妻子的面子上,原谅了当初黄大户夫妇的绝情,两家和郝如初,走动起来。 在柳和的帮衬下,黄家也渐渐富裕起来,成了小康人家,黄大户夫妇得以安享晚年。 柳老太也得到柳和的照顾,帮他养老送终。 至于柳和与皇室,子女成群,恩恩爱爱,一直白头到老。 柳和常常告诫儿女们,要勤俭持家,切不可挥霍无度。 唐朝五周年间,有一个名叫严仲义的书生,去郡城参加考试。 等到榜单公布时,他却榜上无名,不由得心灰意冷,跑到一家小酒馆里买醉。 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来的,等到他醒来时,却发现躺在客栈里,房门打开,行李被翻得乱七八糟的。 严重义猛地跳下床,检查行李,不由地叫了一声哭,藏在衣服里的一贯钱不见了。 他跑去问客栈掌柜,昨天他是怎么回来的。 掌柜说,昨夜你的一个朋友扶你到房间,后来独自出来了。 因为他自称是你的朋友,我也没有细家旁门。 严仲义在郡城里根本没有朋友,他明白遇上盗贼了。 盗贼是个聪明人,看见他喝醉了,假装成他的朋友,把他扶到客栈里,用他身上的钥匙打开房门,偷走了他的钱财。 严仲义只好自认倒霉,他把身边所有的零钱搜集起来,还差三天的房钱。 客栈掌柜同情他,剩下的三天房钱也不要了,还送给他五个烙饼。 严仲义万分感激,背着行李踏上龟城。 因为身无分文,他只好露宿屋檐下,或者桥洞里,啃着烙饼。 他一天只吃一个烙饼,到了第六天,离家还有几百里,他腹中饥饿,实在走不动了,看见路边有一座山神庙,便进去跪下祷告一番,祈求山神保佑,然后坐在走廊上休息。 严仲义刚合上眼,就看见一个官差打扮的人走了进来,对他说道,山神大人召见你,你跟我来吧。 严仲义便跟着他走进山神庙。 只见大殿上坐着山神,两边站着许多指示人员。 严仲义走到山神面前,跪下行李。 山神笑着说,严仲义,我既然求我保佑,我就决定帮你一把。 说完,山神冲身旁招手说,九小妖,你还没有婚配,我把这人许佩及你,你要带着他多多寻找吃的。 从旁边走出一名年轻漂亮的女子,躬身答谢山神,然后拉着严仲义的手,走到大殿外,纵身飞向空中,变成了一只斑鸠。 严仲义也跟着飞了起来,他低头一看,自己也变成了一只斑鸠。 九小妖带着他,落在一片杂草丛中,开始寻找吃的。 她指着一种军类,说道,这是神仙军,吃一朵能管一天,你离家还有五天的路程,可以吃五朵。 严仲义吃完这一朵,九小妖带着他继续寻找,一共找到五朵,都让他吃了。 严仲义吃饱了,九小妖带着他来到巢里休息,笑着说,山神大人已经把你许佩及我做丈夫,你我之间不能徒有虚名。 于是,两人亲热起来。 过后,两人相拥着说着情话,天色不知不觉地暗了下来,两人在巢里睡了。 第二天早上,天才蒙蒙亮,严重一醒了过来,飞到树枝上高声鸣叫。 清晨的景色很美,他非常兴奋,从一个树枝上飞到另一个树枝上,又落在草地上,在草地上又唱又跳。 这时,他看见一个木龙子,里面传来鸡肉的香味,想也没想,就走了进去。 突然,木龙子的门落了下来,将他关在里面,他不由地大声呼喊着九小妖。 九小妖闻眼赶来,焦急地说道,你真不小心,这是捕捉狐狸和黄鼠狼的笼子,为什么要进去呢? 严重一说,我闻见鸡肉香,忍不住走了进来。 九小妖说,我忘了你是人,吃过鸡肉,我们班纠是不吃鸡肉的,所以闻着一点,也不香。 严重一焦急地说,你不会丢下我不管吧? 九小妖说,你是我的丈夫,岂能丢下你不管。 就算死,也要死在一起。 只不过,只能使用笨办法了。 说吧,九小妖开始伸出嘴巴,不停地啄着木龙子的渣篮。 严重一也在里面啄,木条又细又小,两人往同一个点啄,花了大约一个时辰,终于将木条啄断。 九小妖的嘴巴流出血来,严重一走出木龙子,心疼地查看,只见嘴巴的尚会断了一小节,留下一个豁口。 严重一心疼地说,你干嘛这么拼命? 九小妖笑着说,因为你是我的丈夫啊,为了你,我连命也可以搭上。 严重一好生感动,搂抱着九小妖说起了情话,两人沉浸在爱海里,全然没有觉察到危险已经来临。 原来,一个老头来收木龙子,看见两只斑鸠正在挨头擦脸,心里说,下酒菜来了。 他举起手中的钞网,往两只斑鸠钞去。 钞网是用来捕捉小动物的,老头随身携带着。 等到两人发现了危险,为时已晚,已经落进了钞网里。 九小妖将严重一奋力一推,严重一的身子出了网口,她自己则困在了钞网里。 严重一大哭着呼喊,忽然醒了过来,脸上油渍挂着泪珠,却见面前围着两个人。 这两个人是侨夫,早上进山,发现山神庙的走廊上躺着一个书生,伸手一探鼻息,已经没有了呼吸。 两人正在商量着要不要报告李正,忽然发现严重一醒了过来,吓了一跳。 严重一讲了因恶导致晕眩的遭遇,两个侨夫各自拿出一个饼子递给他。 严重一笑着推辞说,谢谢你们的好意,留着自己吃吧。 我已经不饿了。 他站起身,背着行李,继续赶路。 在路上走了五天,严重一没有吃一粒米,肚子里毫无饥饿感,浑身都是力气。 他终于回到了家里,父母得知他的遭遇,抱着他大哭起来。 严重一收拾心情,开始居家读书。 但是,他的心里一直充满着歉意,认为九小妖的死他有责任,时常回忆着他和九小妖在一起的美好时光。 过了一段时间,父母开始张罗着给严重一说亲,严重一却拒绝说亲,表示这辈子不愿结婚。 父母以为他有难言之隐,追问之下,严重一将他和九小妖已经诚心的事情讲了,并且表示,九小妖为他而死,他愿意为他永不再去。 父母则怪说,那只是梦中的情景,你为何当真? 可是,无论怎么劝说,严重一就是不同意说亲。 父母知道他是一个书呆子,听不尽道理,于是停止了说亲,打算过一段时间,等他淡忘了九小妖,再提此事。 一转眼,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,深更半夜里,月白风清,严重一没有睡意,想起了九小妖,于是写了一篇纪文道王妻,含着泪诵念。 一变一变,点上火烧了,只见平地卷起一阵风,将指挥吹向半空,消失不见了。 到了四更左右,严重一忽然梦见九小妖站在床前,万分惊奇,醒了过来。 却见床前,果然站着一名女子,含情默默地看着她,正是她魂牵梦绕的九小妖。 她一跃而起,抱着她再也不肯松开。 原来,九小妖被老头捉住了,半路上忽然刮来一股怪风,把钞网吹走了。 这股怪风是山神所为,等到老头追上钞网,发现班纠已经不见了。 严重一责怪说,你既然已经脱离了危险,为何不来见我? 害我日思夜想的,还以为你已经不在人世了。 九小妖笑着说,我已经升任班纠仙子,先返两格,不便往来,而且我的嘴巴豁了一道口子,变丑了,也不知道你还看不看得上我。 今晚收到你的忌文,好生感动,才知道你的心里都是我,因此赶来相见。 严重一这才发现,九小妖的上嘴唇豁开了,她当然知道,这是九小妖为了救她,才导致这样的。 她动情地说,无论你变成什么样,你在我的心里,永远是最美的。 两人搂抱在一起,有说不完的情话。 在严重一的劝说下,九小妖答应不走了。 第二天早上,严重一带着九小妖拜见了父母,秉明了她的来意。 父母大喜,择日为两人举办了婚礼。 从此以后,两人恩恩爱爱,如影相随。 一年后,九小妖怀上了身孕。 十月七晚,到了分娩之夜,父母早早地请来了吻婆,却被九小妖拒绝,只留严重一在屋里帮忙。 只见九小妖拿来剪子,在火上炙烤削了毒,从肚脐眼入手,剪开一个洞口,从里面取出婴儿,交给严重一。 可是,严重一看见如此怪异的场景,早已经吓得晕死过去。 九小妖把婴儿放在床上,又从肚子里取出第二个婴儿。 她接连取出了五个婴儿后,用线把伤口缝合。 这时,严重一悠悠行转,九小妖笑着说,瞧你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,本想让你帮忙,你却撒手不管。 严重一看着五个婴儿,满心欢喜,狐疑地问道,你为何从肚子里娶孩子,颠覆了我的认知,因此吓晕了过去。 九小妖笑着说,因为我是仙子,与凡人的体质不同,才会破腹取子。 你看看,我的肚子上,还有痕迹吗? 严重一掀开她的衣服,果然发现肚子上没有伤口,完好如初,禁不住嘖嘖撑起。 严重一顾了几个老妈子,一起事后五个儿子。 五个儿子长大后,个个都考上了进士,留下了一门五进士的佳话。 九小妖劝说严重一一起修炼,因为她命中与科举无缘,却颇有先缘。 严重一一言,不再读书,开始在九小妖的指导下修行。 严重一六十岁这一年,两人沐浴更衣,留下一封信,双双变成斑鸠飞走了,以后再也没有回来。 这正是,在天苑为比翼鸟,天长地久不变心,世人都知爱情美,又有几人能遂愿。 唐朝天保年间,书生宋七瑞去都城参加考试,名落孙山,无言回家,便在都城逗留,游山玩水,借以排解心情。 城外西北方向,大约十几里的地方,有一座大山,山谷里有一座道观,住着一群女道士。 道观里环境优雅,来进乡的人很多。 宋七瑞慕名而来,在道观里游玩。 道观里有一座厚花园,齐花一草很多,对外开放。 宋七瑞在里面游玩,流连忘返。 傍晚时分,她困意来袭,便坐在花架下小妹了一会儿。 此处比较偏僻,女道士清园时,没有发现宋七瑞,将她锁在了里面。 等到宋七瑞醒来时,已经是月上柳梢头了。 她见园门紧锁,喊了几嗓子,无人理会,索性在园子里观赏夜景。 游玩了一会儿,到了二更出,她肚子饿,便坐在花架下睡了起来。 忽然,一阵悠扬的琴声响了起来,穿透夜空,将宋七瑞惊醒。 她侧耳细听,琴声曲调悠远,如气如素,似乎有满肚子的哀怨,在对着夜空倾诉。 听了一会儿,宋七瑞站起来,寻着琴声走过去,只见亭子里坐着一位年少女道士,正在俯弄着摇琴。 宋七瑞远远地站着,等到一曲终了。 她轻轻地鼓着掌,叫起好来。 女道士大惊失色,急忙站起来呵斥道,是谁? 为何夜闯道远? 宋七瑞上前躬身行礼,讲了至流园里的缘由。 女道士见她是一名彬彬有礼的书生,放下了戒心,邀她坐下来闲谈。 宋七瑞坐了下来,端向其女道士,只见她年约二八,生得碧月修花。 女道士见她打量自己,羞涩起来,眼角含情,嘴角含翘。 宋七瑞看得呆了,不由地开口询问道,你如此美丽,为何当了出家人? 女道人未雨先流泪,过了好久,她才哽咽着说,贫道命运坎坷,欺身在道观里,实属迫不得已。 顿了顿,她擦掉了眼泪,缓缓地讲了起来。 女道人俗姓苏,归名仙平,出身官患人家,父亲任西北某州刺史。 在她七岁时,父亲犯了大罪,被打入大牢里,判了死刑,抄没家产,女眷则被插标售卖,一家人从此各奔东西。 苏仙平被姓王的老妇买走,认作干女儿,教她勤袭书画,打算长大后,荡成摇钱术,靠她赚钱。 一转眼,苏仙平十五岁了,姓王的老妇开了一座酒楼,逼她接客。 谁知苏仙平是个烈性女子,死活不从,任凭姓王的老妇对她施加各种折磨,她都不愿屈从。 有一天,一位富商来喝酒,姓王的老妇又开始逼苏仙平出去陪客人。 苏仙平不去,顶嘴说,要去你去,我才不做这种低三下四的勾当。 姓王的老妇气急败坏,举起扫把就打,边打边喝骂道,我真是瞎了眼,白养了你这么一个不开窍的女儿,你自是清高,这么些年吃我的穿我的用我的, 我何时才能转回来啊? 因为日积月累的火气,姓王的老妇这次气性大了一些,举起手中的擀面杖,劈头盖脸地打了起来。 也因为下手太狠了一些,苏仙平吃疼不住,大哭了起来。 吵闹声和哭声惊动了富商,她过来查看,看见苏仙平的模样,忍不住问道,小娘子莫非姓苏? 我看,你像极了我以前的主人。 苏仙平点点头,问道,敢问这位客官,你以前的主人姓盛名水? 富商讲了出来,苏仙平哭着说,那正是家父啊,可怜他死得好惨啊。 富商赶紧抱拳行礼,说道,不才见过小姐,想不到,我会在这里遇见你,岁月真是会捉弄人啊。 富商让姓王的老妇回避,请苏仙平坐下来,细细地询问起他的经历。 原来,此人姓屈,原本是苏刺史的长随,苏刺史被法办后,他回到老家,做起了生意。 经过七八年的奋斗,他已经成为大妇之人。 屈妇商听苏仙平讲完遭遇,不免唏嘘一番。 沉思片刻,他说道,小姐,我给你赎身,你如没有地方去,不妨到我家去住。 苏仙平思索了一会儿,说道,你为我赎身,我万分感激。 不过,我厌倦了世俗的生活,想找个清静的所在,了却一生。 屈妇商想了想,说道,这样吧,我认识一个女道长,把你送到道观里出家。 以后,你如想还俗,尽管对我说,我来帮你。 于是,便帮苏仙平赎了身,把他送到了这个道观里。 其实,苏仙平并不真的想出家,而是对屈妇商不了解,不敢贸然去他家。 而且,他没有亲朋好友可以投靠,只好暂且栖身道观里。 听苏仙平讲完自己的身世,宋七瑞感叹了一番,也讲了自己的身世。 两人相互有了了解,彼此亲近了许多。 过了一会儿,苏仙平忽然想起,宋七瑞没有吃晚饭,便让他等在这里,急匆匆地走了。 大约一盏茶的功夫,苏仙平返回来了,手里多了两个饼子和一碗水。 后花园里有一个小门,通向女道士们居住的后院。 因为苏仙平喜欢弹琴,师父特地准许他佩戴钥匙,晚上到后花园里弹琴,以免影响师姐们的休息。 宋七瑞吃完后,两人便坐在亭子上闲聊。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,到了三更将近,苏仙平担心师父起疑,抱着琴急匆匆地走了。 天亮后,圆门打开,宋七瑞悄悄地走了。 但是,他的脑海里都是苏仙平的倩影,挥抹不去,索性又跑到后花园里游玩。 傍晚时分,他躲在花架下,躲过了清源的女道士。 等到琴声响起,宋七瑞走了出来,与苏仙平相见。 苏仙平脸,显惊喜之色,其实,他也忘不了宋七瑞,期盼着他能出现。 如今,他果然出现了,岂不令他惊喜? 宋七瑞倾吐了爱慕之意,苏仙平娇羞地表示,他也对宋七瑞有意。 两人相拥而作,相互倾吐着心声,立下了海事山盟。 一直到三更将近,两人才依依不舍地告别。 临走时,苏仙平叮嘱宋七瑞去找他的师父,恳求让苏仙平还俗。 第二天上午,宋七瑞拜见了主持道长,也就是苏仙平的师父,讲述了他的爱慕之意,恳请师太准许苏仙平还俗。 主持道长愤然色变,大声呵斥宋七瑞勾引出家人,将他赶了出去,不准他再踏入道观一步,否则,就以有伤风化的罪名,将他扭送到官府里治罪。 为了防范苏仙平暗地里出走,主持道长下令将他锁在房间里,有两个师姐看守着。 主持道长为何大怒? 因为屈腹商贪恋苏仙平的美色,想占为己有,却又明白强迫不得,只好采取迂回的策略,慢慢地感动苏仙平。 他每一年都要来看望苏仙平三四次,每一次都会送给主持道长许多银两,并向主持道长坦白了他的想法,这也是主持道长发怒的缘由所在。 宋七瑞灰头土脸的下山,收拾了行李,租了一条船,当晚启程南下。 船刚驶离码头,就听见岸上有人大声呼唤。 宋七瑞认出是苏仙平,大喜过望,催促船家赶紧靠岸。 船只刚靠岸,苏仙平就跳了上来,笑着说道,师父忽然良心发现,准许我还俗了,因此我才追赶过来。 幸好来得及时,赶上了你们。 宋七瑞拉起了苏仙平的手,两人站在船头,向往着美好的明天。 回到家里,宋七瑞秉明了父母,和苏仙平举办了婚礼。 婚后,两人恩恩爱爱,琴瑟和谐。 但是,苏仙平一直怀不上身孕。 一转眼,十几年过去。 这一天,苏仙平的师父忽然来到了他家, 说道,你离魂而出,追求幸福,可害惨了你的师姐们。 原来,和宋七瑞结婚的是苏仙平的魂魄。 他当初,听说师父赶走了宋七瑞,情急之下,魂魄出窍。 躺在床上的,是苏仙平的肉身,痴痴呆呆的,生活不能自理。 师父只好安排师姐们轮流照顾苏仙平,为他吃饭喝水,事后他大小便,给他洗澡。 十几年过去,可不苦了一帮师姐们吗? 师父的道行不够,并不知道苏仙平的魂魄去了哪里,而且他也不知道宋七瑞的住址。 前一段时间,师父去钟南山拜访师兄,谈及苏仙平离魂出走,师兄掐指一算。 算出了苏仙平的具体位置,师太不远千里,赶了过来。 苏仙平看见师父,愣了片刻,化成一道烟雾飘散不见了,地上只剩下他的衣裙。 宋七瑞缠着主持道长索要苏仙平。 主持道长笑着说,你放心,我会还你一个大活人。 原来,自从苏仙平变成痴痴呆呆的样子,屈腹伤便死了心,不再来探望他,也不送给道观银两了。 主持道长为了让徒弟们解脱,不再事后苏仙平的肉身,才风尘仆仆地赶来,说破此事。 他知道苏仙平的魂魄已经回到道观里去了,便带着宋七瑞赶回道观。 到了道观,苏仙平果然在十几天前就醒了过来。 主持道长注销了苏仙平的肚蝶,让他还了俗,并送给他一匹卷布。 作为贺礼,师姐们都有礼物相送。 后来,苏仙平给宋七瑞生下了三男四女,一共七个娃,一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。 这正是,吃书生迷恋方外人,女道士心系红尘客,为爱情离魂走千里,有情人最终成眷属。 唐玄宗年间,有一个名叫红子武的商人,常年和几个商人朋友合伙,到都城做生意。 每一年的阳春三月出发,腊月回家过年,几乎年年如此。 他们的马队里,一共有二十多匹好马,年年驮着货物,跟着他们闯荡。 其中有一匹马,名字叫做踏雪飞,筋骨强健,快捷如飞,是一匹难得的宝马。 红子武很是喜欢他,当作做骑。 这一天,马队歇速在路边客栈里。 半夜里,红子武听见马斯声,疼得从床上坐起,探头窗外。 只见明亮的月色下,有个蒙面人骑着踏雪飞,往外飞奔。 原来有人到马。 红子武把手指放在嘴里,呼哨一声。 踏雪飞听见主人的呼哨声,扭头往回跑,被蒙面人勒住缰绳,猛抽一边,不疑会消失在远处。 红子武急忙唤醒同伴,胡乱穿上衣服,跑到马厩里,骑上马,追赶踏雪飞。 好在踏雪飞不时地仰起后腿跳跃,企图摆脱蒙面人的控制,因此跑不快。 不一会,红子武等人便追了上来。 蒙面人见逃不脱,跳下马,抽出短刀往马腿上猛扎一刀。 踏雪飞受疼不过,狂奔而去,蒙面人跳入河水里,顿时不见踪影。 红子武一行人追上踏雪飞时,只见他的后腿血流如柱,走起路来一搏一搏的。 经检查,踏雪飞的后腿筋骨被割断,再也使不上力,成为一匹费马。 红子武找来医者,给马腿治伤,医者摇着头说,我也只能让伤口愈合,至于筋骨,却没法接伤。 几天后,伤口愈合,踏雪飞走起路来一搏一搏的,再也无法驰骋了,就算当作普通的角力,也没法胜任。 望着萎靡不振的踏雪飞,红子武忍不住流出泪来,破口大骂盗马贼过于毒狠,竟然桑尽天良,费了踏雪飞。 同伴们劝解红子武,让他把马卖了,带在身边是一个累赘。 事实也确实如此,他们每天都要赶路,踏雪飞走不快,会耽误时间的。 于是,红子武含泪点头同意,让同伴们联系买主。 消息放出去后,有一个姓张的屠夫,上门买马,杀了卖肉。 两人谈妥价钱,张屠夫牵着马匹走时,踏雪飞挣脱缰绳,跑到红子武的面前,用头摩擦着他的身体,不住地撕脚。 在红子武听来,踏雪飞是在责怪他,不该抛弃了他。 他顿时大哭起来,抱着马头再也不肯松开,对张屠夫讲,不卖马了。 张屠夫见他们人马情深,只得作罢,摇头叹息而去。 红子武在附近找了一家农户,把踏雪飞寄养在他家里,草料钱和酬劳,都由红子武出。 农户见有利可图,忙不迭地答应下来。 两人谈妥了酬劳,签下了契约,红子武在契约上注明,如果农户把踏雪飞丢失,或者养死了,必须照价赔偿。 契约签订好后,红子武留下一笔钱,抱着马头说了好一会话,一一惜别。 踏雪飞似乎能听懂他的话,静静地看着他远去。 闲话少叙,转眼到了年底,红子武返回时, 路过农户家,一约复了酬劳。 此时,踏雪飞受鼓临寻,大有风一吹就散架的架势。 红子武让同伴们赶着马队先走,自己牵着踏雪飞,在后面缓慢而行。 到了家里,红子武在马厩里专门腾出了一块地方,饲养踏雪飞。 他吩咐养马的家仆,好生喂养踏雪飞,间隔几天就拉他出去散步,不准让他干活。 每一年临走时,红子武都会来向踏雪飞告别,回来后,第一时间去看望他。 家里人很不解,踏雪飞已经废了,为何还像宝贝一样地宠着他? 红子武动情地说,他曾经跟了我好多年,彼此之间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。 做人不能太功利,要有良心,不能在他有难时,无情无意地抛弃他。 家人见他重感情,也就不再提及此事。 转眼间四年过去,这一天,又到了去都城的日期,红子武打点好行装,让家仆牵出踏雪飞,和他道别。 踏雪飞忽然咬着他的衣襟不松口,红子武笑着说,我知道你舍不得我,但是我要赚钱养家,不能总是在家里闲着呀。 经过四年喂养,踏雪飞越来越瘦,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。 红子武抚摸着他的鬃毛,说了好些动情的话。 可是,踏雪飞依然咬着他的衣襟不松口。 无奈之下,红子武只好使劲拽出衣襟,转身而去。 这时,只见踏雪飞抬起前腿,猛地踢了红子武一下。 红子武猝不及防,猛地向前蹿了几步,倒在地上,把脚踝扭伤了。 家仆赶紧上前,将红子武扶起,他已经不能行走了。 家人急忙请来医者,医者敷上药膏,让他静养一段时日。 红子武不忍担个其他伙伴的行程,和家人相伤,今年就不去都城了。 他的老婆气坏了,大骂他雪飞忘恩负义,白养了他几年。 红子武却笑着劝慰了他一番。 红子武派出家蒲送信,让生意伙伴们启程,不用等他了。 他在家里养伤,心里却急得不行,悄悄算了一算。 这一年,待在家里,会少赚很多钱。 因此,他暗自决定,等到伤好后,独自跑一趟都城,好歹赚一些钱回来。 这一天,家仆忽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,喊道,家主,不好了,少爷拿着刀子冲进马厩里,要杀他雪飞,我怎么也拦不住。 原来,红子武的儿子看见他整天坐在家里哀声叹气,忍不住心头火起,拿着刀子要杀了踏雪飞这个罪魁祸首。 儿子十四五岁年纪,正是叛逆的时期。 红子武急忙让家仆搀扶着他,到了马厩,喝止了儿子。 儿子扔下刀子,气羞羞地走了。 过了一个多月,红子武好利索了,骑着马到都城去。 走到半路上,忽然听说安禄山起兵造反,洛阳失守,去都城的道路被叛军控制了。 红子武只得回转。 这以后,不利的消息随时传来,红子武却没有听到有关生意伙伴们的丁点消息,心急如焚,却也无可奈何。 过了两年,一名姓马的生意伙伴,拨着一条腿回来了。 据他哭诉,他们一行人走到河北地带,遭遇叛军,货物被抢,人也都被砍死。 马伤人受了重伤,醒来后被逃难的人搭救,躲在深山里养伤。 因为没有医者,腿伤没有得到救治,故此成了拨腿。 后来,他一路乞讨回来,总算捡了一条命。 红子武文言,惊出一身冷汗,幸亏他没有成行,才安然无事。 这么说来,踏雪妃具有灵性,能预知到未来的灾祸,救了他一命。 这以后,红子武更加善待踏雪妃。 数年后,踏雪妃去世后,红子武大哭一场,将他埋在了后山。 好多动物具有灵性,能感知到未来即将发生的灾祸。 但是,他们不能说话,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,采取一些意想不到的办法。 动物对于人类的感情,是纯真的,不夹杂一点功利之心,希望人类珍爱身边的动物。 唐朝五周年间,有一个姓童的老汉,心地仁慈,待人和善,人们尊称他为善爷。 这一年的秋天,同善爷的儿子忽然得了重病,家里请来明医给他医治。 因为药材里有一味人参,价格昂贵,等到儿子的病好后,家里欠下两罐钱的外债。 家里的吉姆良田只够维持生计,想要攒下两罐钱,着实不易,童善爷便动起了心思,决定跑一趟长安,贩卖茶叶。 到了春茶上市之际,他找亲朋好友借了二十罐钱,收购了十几袋茶叶,赶着驴队,往长安而去。 走到半路上,老天不作美,忽然下起了连阴雨,童善爷只好住在客栈里等候。 这雨一直断断续续地下了小半个月才停,茶叶回潮,涨了梅。 老天一直阴着,不见阳光,童善爷只好把茶叶摊在走廊上透风。 但是,这里的气候怪异,空气里透着厚重的湿气,茶叶越来越潮湿,煤气越来越重。 客栈掌柜好心劝说道,照这样下去,茶叶变得一文不值,不如就地处理,好歹能收回一些本钱。 童善爷无奈之下,只好央求客栈掌柜帮忙处理。 客栈掌柜找到一些熟人,你两斤我五斤,见价卖了茶叶。 最后剩下十几斤茶叶渣,童善爷只好扔了。 他一算账,回收了不到十罐钱,这下亏大了。 他结算了驴队的钱,让脚夫带着九罐钱,赶着驴队回去,交给他的儿子还债,自己推说晚几天再回去。 脚夫是他的好朋友,两人之间充满信任,不会媚下他的钱财。 脚夫狐疑地说,你为何不和我一起回去呢? 老哥,你千万不要想不开啊。 童善爷甘笑几声,说道,你想到哪里去了? 你放心,我不会寻死的,只不过想独处几天而已。 脚夫这才半信半疑地走了。 其实,脚夫猜得没错,童善爷确实有寻死的心。 他本想赚钱还掉两罐钱的债务,想不到反倒多了十罐多钱的债务,无异于雪上加霜。 他一个普通人家,一共十三多罐钱的债务,也不知道何时才能还上。 他心灰意冷,打算轻生。 傍晚时分,童善爷在小酒馆里美美地喝了一顿酒,迈着亮呛的脚步,往江边走去,打算投江自尽。 大约四五里的路程,他觉得比一辈子都长。 到了江边,他把衣服脱光,别放整齐,走进了江水里。 江水慢到腰部时,童善爷忽然萌生了对生的眷念,不想自杀了。 但是,他又无言回去,就在这生与死的徘徊当口,他左右为难,忍不住大哭起来,边哭边大声喊叫道,老天,我一生没有做过亏心事,你为何带我这么薄啊? 忽然,响起一个声音问道,恩公,你为何如此伤心啊? 童善爷一惊,寻声望过去,不知什么时候,游过来一条大鱼,仰着头望着它。 他狐疑地问道,大鱼,刚才是你在说话吗? 只见大鱼的嘴巴一张一息,说道,正是我在说话。 恩公,你难道忘了我吗? 十几年前,要是没有你,我早已成为人们的盘中餐了。 童善爷这才发现,大鱼的头顶上,有一道长长的伤疤,分外醒目,果真是就相识。 说起童善爷和大鱼之间的交情,还得从头说起。 大约十七八年前,两个渔夫在大河里网鱼,网住了一条大鱼。 这一条大鱼大约一百七八十斤,鳞片翻出清光,两个渔民打了几十年的鱼,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鱼。 大鱼在水里嚼起惊天的浪花,两个渔民费尽九牛二虎之力,才拉住渔网,没有让大鱼把渔网带走。 但是,渔网破了一个大洞,眼看大鱼就要破网而出。 这时,渔民的儿子赶紧撒出撒网,套在渔网外面,将大鱼牢牢地套住。 将大鱼拉到岸边后,渔民的儿子拿起鱼叉,扎进大鱼的头部,水中顿时翻起血花,大鱼停止了挣扎。 童善也赶急回来,恰好看见这一幕,感觉鱼叉不是扎在大鱼的头上,而是扎在自己的心里。 他赶紧走上前,将三人一阵数落。 他天生一张利嘴,三人笨嘴笨蛇,哪里是他的对手? 一个老渔民美好气地说,你别在这里假慈悲了,你心肠好,买下大鱼放生啊。 童善也怒说,买就买,我不但买下放生,还要给他疗伤。 最终,几个人讨价还价,讲定按照市场价交易。 那时候的鱼价大约四五文钱一斤,童善也花了大约八百文钱,买下了这一条大鱼。 那时候,童善也年轻力壮,家境还算过得去,拿得出这么一笔钱。 童善也让渔民的儿子帮忙跑一趟,喊来他的老父亲,带来钱币,被褥和药粉。 他把钱交给渔民,拔出鱼叉,在商处涂抹上药粉,然后守在河边。 他割了许多青草,扔在鱼网旁边,让大鱼吃。 接连守了三天三夜,大鱼的伤口截了疤痕,童善也这才解开鱼网,扛着被褥回家去了。 这就是童善也和大鱼之间的渊源。 想不到,时隔十七八年了,大鱼还认识童善也。 童善也惊讶地问道,你不是在大河里吗? 怎么跑到江里来了? 大鱼咯咯地笑了几声,说道,十年前,下了一场特大暴雨,我随着洪水来到了大江里。 我听见了你的哭声,这才赶了过来。 恩公,你哭得如此伤心,遇到了什么难关呢? 童善也就将遭遇讲了。 大鱼说,不过十几贯钱而已,你没必要选择轻声。 我帮你一把吧,你看见岸边的一间破屋了吗? 你去那里住一晚,自然会得到一笔钱财。 说吧,大鱼从嘴里吐出一个气泡,瞬间变成了一片连夜。 他叮嘱童善也,无论遇到什么,只管把连夜往头上一盖,千万不要吱声。 交代完,大鱼沉入水底不见了。 童善也抬头往岸边一看,在一处潜水湾附近,果然有一间破屋。 他走上岸,走进破屋里,倒在地上睡了起来。 大约三更将近的时候,童善也被一阵说话声惊醒,爬起来一看,只见岸边停下两只小船, 跳下几个拿着刀子的汉子,举着火把,抬着一只箱子,往破屋里走来。 童善也赶紧缩在屋脚里,把连夜盖在头上,顿时消失不见。 原来,这是一伙水扣。 早些年,他们在这里百度,住在这间屋里。 后来赚不到钱,干脆拉来铜火,当起了水扣。 这间破屋,变成了他们藏匿脏银的地方。 只见他们来到破屋里,掀开杂物,地上露出一个地窖口。 他们打开锁,掀开木板,抬着箱子走了进去。 不一会儿,他们走了出来,锁好地窖的门,把杂物堆在地窖口上,举着火把走了。 一直到小船消失在夜幕里,童善也才拿掉连夜,翘开锁,走进了地窖里。 地窖大约三间屋那么大,堆满了金银珠宝。 童善也拿了四个金元宝,用衣服一包,往肩上一搭,喜滋滋地回家去了。 走到半路上,童善也寻思起来,这些水扣不知道伤害了多少条性命,才积攒下这么多钱财。 我不能为了几个金元宝,昧着良心,让他们继续祸害人间。 不行,我要去举报他们。 于是,童善也来到县衙里报案,四个金元宝成了赃物,交给了县令。 县令定下计策,让差异们埋伏在破屋附近。 第三天的晚上,水扣们又来了,他们将水扣们一网打尽。 童善也因为举报有功,县令奖赏了五罐钱。 童善也苦着脸说,县太爷,我欠下了大约十三罐的债务,赃银成千上万,我不要多的,只要十三罐就够了。 县令大怒,呵斥道,赃银要上交国库,岂能随便给你。 县令差异们将它乱棍打出。 童善也闷闷不乐地来到江边码头,准备坐船回家。 忽然,岸边的水花不住地翻滚,大鱼露了出来。 大鱼说,恩公,你心地仁慈,值得嘉奖。 你再去地窖里找一找吧,说不定能得到惊喜。 说吧,沉入水底不见了。 童善也来到破屋里,在地窖里寻找。 他发现地窖的一个角落里,隐隐有光,便蹲下身挖了起来。 不到两尺身,挖出两颗珍珠。 原来,这是水寇头子藏的私货,没有交代出来。 童善也这回学乖了,拿着珍珠回家去了。 这两颗珍珠,买了大约五千两银子。 童善也一家从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。 这正是老汉心善就大于,大于报恩就老汉,善有善报果不虚,明明之中显天道。 唐朝天宝年间,有一个性干明充裕的宝学之士,参加了两次科举考试,都名落孙山。 他手无腹肌之力,除了读书,没有其他的谋生手段,如今科举无望,生活拮据,便有了轻生的念头。 这一天晚上,甘聪宇留下一封绝笔书,深深地看了熟睡中的妻儿一眼,打开屋门往山上走去。 他打算到父母的坟头上祭拜一番后,便在附近的树上上吊自杀,了此一生。 来到父母的坟头上哭诉一番后,甘聪宇抹干眼泪,走到几丈开外,在一棵松树的枝丫上,拴上裤腰带,垫上一块石头, 然后站在石头上,把头往里面一伸,使劲地蹬开石头,身子悬空,很快就气若游丝。 就在甘聪宇的魂魄快要出窍时,忽然响起了一个声音,埋怨说,你这人好,没有道理,怎么跑到我的门前上吊来了呢? 说吧,挥剑斩断裤腰带,甘聪宇倒在地上,醒了过来。 甘聪宇站起来,不由得一惊,一帐开外,果然有一座庄园。 他非常纳闷,刚才为何没有看见庄园呢? 在一看面前的人,生得五大三粗,相貌堂堂,却很面生。 那人笑着说,先到寒舍坐一坐,喝一碗姜汤醒一醒神吧。 说吧,拉着甘聪宇的手,进了屋,吩咐一名女子去煮一碗姜汤来。 两人分宾煮落座,男子笑着说,我姓墨,因为生前当过参军,人们就以官职相称,烧汤的女子是我的小妾柯氏。 说着话,柯氏端来了热汤。 喝完汤后,墨参军含笑问道,不知你遇到了什么男士? 可否讲给我听? 甘聪宇面线愁容,将近欲讲了。 墨参军呵呵一笑,说道,我当时多大的事,科举之路确实艰难,不过,也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,你可以开设学堂教书啊。 甘聪宇长叹一口气,说道,我也这样设想过,不过,附近已经有两家启蒙学堂,没有生缘了,靠教书养不活一家人啊。 墨参军思考片刻,说道,这样吧,我的家族有几个少年,正是读书的年纪,苦于没有相宜的先生教导,你不妨到我这里来教书,修金从幽。 甘聪宇大喜,当即答应下来。 两人说定相关事项后,甘聪宇告辞回家。 他出了门,回头一看,哪里有房屋呢? 竟然是一座大坟。 甘聪宇看了看墓碑,果然墓主人姓末,生前当过参军。 他心中畏惧,一路小跑着回到家里。 到了家门口,正是四更左右,屋里传来了妻子的哭声。 甘聪宇的妻子性计,他半夜里醒来,不见甘聪宇在枕边,心里涌起不祥的感觉,赶紧点亮灯,发现了遗书。 他哆嗦着手,好不容易把遗书看完,禁不住大哭起来。 遗书上,甘聪宇叮嘱他,改嫁他人,一定要把孩子带上,不要把孩子丢弃不管。 看到甘聪宇回来了,济氏扑进他的怀里,嚎啕大哭起来。 甘聪宇安慰了好一阵,他才止住哭声。 甘聪宇讲了遭遇墨参军鬼魂的事情,济氏也惊得直扎舍。 夫妻两人相伤,阴阳两格,还是不要去给鬼孩子教书了。 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,甘聪宇半夜里醒来,忽然看见墨参军坐在床边,微笑着看着他。 甘聪宇吓得一咕噜坐起来,墨参军摇摇手,示意他不要惊动济世,走了出去。 不一会儿,甘聪宇穿戴整齐,走了出来,拱手对墨参军道歉,讲了自己的忧虑。 墨参军笑着说,你每天晚上来教导学生,白天里回家睡觉,对你的阳气不会产生影响,而且修金都是凡间的真金白银,不会有假。 甘聪宇只好跟着墨参军去了。 到了墨参军的家里,里面早已坐着五个孩子,以及他们的母亲。 学生们行了拜师礼,母亲们拿出金银首饰,歉意地说道,我们陪葬的都是金银首饰,没有银两,以此折价,算作诱金,还请先生不要嫌弃。 甘聪宇拱手牵让一番后,收了这些金银首饰,揣入怀里。 这以后,每一天晚上,吃过晚饭后,甘聪宇就去山上教书,天色微亮,便回家睡觉。 他只要来到墨参军的坟墓边,坟墓会自动变成房屋,让他根本感觉不到不适之处。 学生中有个名叫江振水的人,十二三岁年纪,天资聪颖,具有过目不忘的本领,深得甘聪宇的喜爱。 他暗自叹息,要是这孩子在阳市,好好地教导一番,将来必有出息,可惜是个鬼魂,白白地浪费了一颗好苗子。 就这样过了两三年,有一天晚上,一个老猎人晚上,狩猎,无意中看见甘聪宇,坐在坟边的乱石丛里,摇头晃脑的嘴里念念有词,大为诧异,便走上前询问他在干什么。 甘聪宇说他在教学生读书。 老猎人看见四周无人,吓得不轻,赶紧走了。 这以后,人们渐渐地传出,甘聪宇有病,总是半夜三更里往山上跑。 又过了几年,这一天,有一个姓屋的人家,发现邻居戴在手上的手镯,是他家小沈的陪葬品,便认为邻居到了小沈的墓,将他扭送到官府里。 所谓的小沈,就是乌家父亲的小妾。 在宫堂上,邻居讲出,手镯在珠宝行里买的。 官府把珠宝行的掌柜居来,掌柜说是甘聪宇,卖给他的。 差异们便去传唤甘聪宇,到宫堂上对质。 甘聪宇讲了这是修金,并且讲了教诡学生读书的事情。 县令认为他在胡说,分明是个盗墓贼,将他驱打成招,下在大牢里。 人们纷纷奔走相告,想不到甘聪宇装疯卖傻,实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盗墓贼。 济室去探监的时候,甘聪宇修书一封,让济室托人送给昔日同窗好友。 好友姓关,考上了进士,在朝中为官,甘聪宇希望姓关的能帮他一把。 济室委托娘家的辙儿,把书信送给了姓关的。 然而,姓关的表示无能为力。 济室把消息告诉给了甘聪宇,甘聪宇苦着脸叹息一声,说道, 亏我昔日里对他百般好,想不到他辜负故人了。 也罢,认命吧,等死吧。 这一天晚上,县令忽然梦见成皇来见,成皇正是江振水。 他年满十八岁后,便没有读书了。 前不久,恰逢殷司礼招考成皇,他去参加考试,一举高中,当上了成皇。 江振水为甘聪宇变白,并讲了乌家小沈的现状。 县令这才知道甘聪宇说的是真话。 第二天早上,县令重新审理了此案,将甘聪宇无罪释放。 乌家的人这才知道,他家的小沈在阴间重新嫁了人,生了孩子,用陪葬的首饰给儿子当学费。 回到家里后,当天晚上,甘聪宇去向墨参君辞了馆,不再教鬼学生读书了。 恰好有一个教书先生年老修馆,他便接下书馆,当起了教书先生,日子倒也安稳。 闲暇时,甘聪宇想起同窗好友和江振水,常常感叹,都是读圣贤书,都是当官,人却不如鬼。 鬼常常被人们视为不祥之物,却不知,有一些人,表面上冠冕堂皇,其实内心里,自私自利,毫无人情味,连鬼都不如。 这篇聊斋故事,讲述了门神警示小偷的故事。 民间的门神,多是秦书宝与玉池宫,或者官二哥和张三弟,虽然贴在门上,小小的,却是全副披挂,很是威武,阻挡着邪魔外道,保佑护主一家的平安。 冬月大帝是神仙,守护冬月庙的门神,自然是天上的神人,威仪自不代言,神圣不可侵犯。 但是,神人相当宽容,并没有惩戒小偷,只是让他归还钱财,听凭道人处置。 而道人也慈悲为怀,没有送官府打板子,而是放他走了。 神仙上的惩戒,相信鹰虎神的献身,在他的心灵上,无疑落下不可磨灭的印记,将他念压在心底的监牢里,永不敢放生。 话说,在山东历城的南郊,有一座冬月庙,供奉着冬月大帝。 传说冬月大帝专管人间生死,故此有很多老百姓到庙里烧香祭拜。 这个冬月庙的大门两侧,各自雕塑着一座神像,像门神一样,守护着冬月庙。 左边的架着一只鹰,右边的骑着一只虎,老百姓称呼他们为鹰虎神。 两座神像都是一丈多高,相貌丑恶,相当可怕。 冬月庙里住着一名道人,姓人,靠着香客的微薄不失,苦度时光。 任道士是个相当虔诚的道人,每天鸡叫时就起来,跪在冬月大帝的神像前,烧香念经。 烧完香念完经后,他才会开始忙碌他的世俗之事。 这一天,有一个小偷一大早就跑进冬月庙走廊里躲起来,等到任道士烧香念经的时候,他偷偷前进道士的房里,想偷一些钱财。 可是,任道士太穷,小偷在屋里翻找了好一阵,也没有找到值钱的东西,不由得在心里说道,真是晦气,又是白忙活一场。 临走时,小偷不甘心,目光将屋子又搜索了一遍,忽然看见地上有个草垫子,还没有寻找。 于是,小偷掀起草垫子,发现里面藏着三百多枚铜钱。 小偷大喜,把铜钱装进兜里,把草垫子恢复原样,然后出了屋子,逃出冬月庙。 他一路小跑,准备上千佛山躲起来。 到了千佛山脚下,小偷正准备上山,忽然看见山上下来一个巨人,左臂上架着一只苍蝇,正好与小偷面对面,挡住了上山的路。 小偷抬头一看,不由得一愣,巨人的脸色像青铜一样的颜色,看起来很面熟。 小偷心里嘀咕起来,这位巨人是谁呢?好像在哪里见过? 猛然,小偷醒悟过来,这不是冬月庙守护大门的鹰虎神吗? 这是左边架着苍蝇的神人。 鹰虎神圆瞪双眼,怒目而视。 小偷吓得急忙跪在地上,浑身打颤,祈求饶恕。 鹰虎神呵斥道,无耻贼子,你偷了钱,想往哪里走? 小偷吓得不敢出声,跪在地上,叩头如捣蒜。 神人伸出大手,提起小偷,几步就到了冬月庙,让小偷从兜里倒出那三百多枚铜钱,然后跪在冬月大帝神像前,等着任道士处置。 任道士念完经,一回头,见小偷跪在身后,吓了一跳,急忙问怎么回事。 小偷满脸羞愧,一五一十地把事情经过讲了。 任道士收起钱,教育了小偷几句,让他痛改前非,然后放他走了。 经此一事,小偷再也不敢入室偷窃了,因为他只要一起贪念,脑海里就会浮现出鹰虎神的模样,浑身不由自主地发抖。 后来,他找了个正经营生,踏踏实实地过起了日子。 独霸故事,眼眷沉思,小编忽然开了一个脑洞,出现一个奇怪的想法。 为什么任道士那么虔诚的烧香念经,却过着那么清平的生活? 身上只有区区三百铜钱。 看来,冬月大帝只能掌管民间生死,不能掌管民间富贵。 但是,冬月大帝与财神同为天上神仙,完全可以给财神打声招呼,让人倒是富贵起来呀。 或许,神仙的品质就在于宫廷,这才值得人间鼎里膜拜。 唐朝五周年间,有一个名叫邱望月的官员,为人正直,为官清正,得到朝廷的重视,升迁到某州当刺史。 他带着家眷,乘坐了一条官船,走水路上任。 这一天晚上,已经临近某州的地界,船只停泊在码头上。 半夜里,邱望月睡不着,看见窗外明月高悬,索性穿衣起床,到船头上散心。 忽然,平地卷起一阵怪风,将它卷走,飘飘荡荡到了一座宅院的上空。 这座宅院楼阁成群,看起来是一个大户人家,非富即贵。 后院里一座阁楼里亮着灯光,怪风拖着邱望月,到了阁楼的上空。 邱望月向下面俯视,也是怪了,她的目光能穿透屋顶,看得清屋里的一切。 只见屋内灯火通明,几个打扮得娇艳无比的女子,正在事后一个公子打扮的人喝酒。 这时,只听公子大笑着说,本公子已经吃饱喝足了,好戏就要开场了。 说吧,起身到隔壁的卧室里坐下,吩咐说,快去把美人带来。 不一会儿,几个恶奴带进来一名女子,正是二八妙龄,脸上挂着泪珠,犹如梨花带雨,惹人爱怜。 公子大笑着走上前,拉着女子的手,说着花言巧语。 女子正开公子的手,哭着说,公子爷,求求你,放我回家吧,我想我的爹娘了。 公子又拉起他的手,皮笑肉不笑地说,行,只要你好好的陪试我,本公子满意了,自然会送你回家。 说完,公子凑上脸,想要非礼。 女子急忙推开公子,公子大怒,强行非礼。 女子急得大哭起来,忽然咬住了公子的耳朵不松开。 公子疼得大吼大叫起来,挥拳将女子打倒在地,用脚使劲地踢了起来,边踢边骂骂咧咧的。 女子疼得满地打滚,公子却不管不顾得很硬地踢。 秋望月在半空中看得急不可耐,想跳下来制止,却发现迈不动腿,想高声喝止,却发现开不了口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女子受虐待。 等到公子发泄完怒气,才发现女子早已不动他了。 他俯身去探鼻息,才发现他早已没有了呼吸,挥挥手说,真是晦气,缴了我的兴致,你们把他扔到地窖里,我去三姨太屋里歇宿。 说完,走出了屋子,一个奴才拿来一床席子,将女子一卷,和另一个奴才抬起来,往后花园走去。 到了后花园的墙角里,揭开一个石盖子,把女子扔了进去。 此时,秋望月的眼睛能够穿透地上的泥土,清楚地看见,地窖里还有两具尸体以及五具枯骨。 他很清楚,地窖里死去的都是梁家妇女,蒙受着冤屈。 他的内心像火烧一样,久久不能停息,暗暗地发誓,上任后一定要将这个杀人犯捉拿归案。 此时,怪风又开始飘荡,将秋望月送回到船上。 秋望月刚落在船头上,就冲着怪风一拱手,说道,敢问你是何方神圣? 那位凶手又是姓盛名谁? 宅院的具体位置在哪里? 为何不让我下去搭救民女? 怪风没有回答,呼啦啦地擦着水面远去。 秋望月想着这女子的惨死,一夜难以入眠。 第二天早上,官船起行,走了小半天,在码头上靠了岸,早有衙门里的官吏,抬着轿子,在码头上迎接秋望月。 秋望月和大小官吏寒暄完毕,带着家眷,坐上轿子就走了。 到了官衙,秋望月将家眷们安置妥当。 晚上,官吏们在酒楼里摆了几桌酒宴,为新的上司接风洗尘。 大家正喝着酒,楼下忽然传来喧哗声。 不一会儿,差役上来,傅耳低声禀报。 有一个老汉,举着一纸血状,要刺使大人为他做主。 秋望月低声吩咐差役,把老汉送到衙门,好生看待。 等到酒宴散后,秋望月回到衙门,到书房里坐定,吩咐带老汉上来。 老汉一进门,扑通跪在地上,手举着撞指,高声喊道,求求青天大老爷,为草民申冤做主啊。 秋望月赶紧将老汉扶起,接过撞指看了起来。 原来,老汉姓索,家住城外小镇上,家里只有三口人,老夫妻俩和一个年方二八的女儿月牙。 就在昨天,恶罢父公子到小镇上游玩,看上了他的女儿,将他的女儿抢走。 索老汉追到傅家大院,被恶奴们赶了出来。 他连夜跑到刺使衙门告状,差役们告诉他,新任刺使还没有到任,让他过两天再来。 今天一大早,他又去傅家索要女儿月牙,被拒之门外。 下午,他又来到衙门,却被差役们挡在门外,因为新任刺使还没有正式作牙,让他明天再来。 索老汉心急如焚,哪里等得了明天,当晚便去酒楼找新任刺使告状。 秋望月沉默片刻,让自己冷静下来,询问起月牙的模样。 在索老汉的描述下,他这才知道,昨晚被害的女子,正是月牙姑娘。 他又询问起傅公子的模样,经过索老汉的描述,他确定昨晚害死月牙姑娘的凶手,就是傅公子。 他当即安慰了索老汉一番,让他退下。 第二天早上,秋望月开堂作牙,一下子收到好几份撞旨,都是撞告傅公子强抢名语的,有几件案子,属于几年前的陈年旧案,这些人听说新任刺使官生很好,不畏权贵,便都来告状。 秋望月准了撞旨,退堂来到后衙,找到一个年老的差役,询问为何前任刺使没有受礼状告傅公子的案件。 差役低声说,刺使大人,你有所不知,傅公子的堂爷爷,是当朝太师,权倾朝野,谁敢动他。 所以,前任刺使才不敢接撞旨。 秋望月大怒,说道,当官部与民做主,算什么官员。 差役盲说,刺使大人息怒,此事事关个人安危,还请大人三思。 秋望月白白手说,我知道了。 事宜差役退下。 秋望月思索了一整天,最终还是决定,为民除害,还给驱死的女子们一个公道。 到了第三天,他召集三班牙役,让所老汉带路,来到傅家,要拘拿傅公子。 傅财主蛮横地说,刺使大人,你出来乍道,恐怕不知情吧,你可知道我家的背景。 秋望月立生说,我只知道为民申冤,你家儿子犯有命案,我要将他绳之以法。 傅财主冷亨树生,说道,就凭几个草民的一面之词,你也敢来抓人。 秋望月也不理睬,带着众人来到后花园的墙角,只使差役揭开地窖的石盖子,一股臭味扑鼻而来。 差役们在身上洒了酒,下到地窖里,抬出死尸和骨架。 索老汉冲上前,抱着月牙姑娘大哭起来。 最终,秋望月把傅公子抓了起来,打入死牢里,行文申报朝廷。 后来,朝廷批文下来,将傅公子就地正法。 又过了一段时间,秋望月为了家人的安全,此官不作,将大印高悬大堂上,带着家人隐居山林去了。 不过,他心里一直过意不去,没有当场救下月牙姑娘的性命,深感遗憾。 至于那股怪风,秋望月一直没有想明白,属于何方神圣。 这正是,为民申冤好官员,传颂至今美名阳。 唐朝五周年间,小山村里有一户姓芳的人家,这几年算是倒了大霉。 先是方老汉挖药,摔下悬崖死去,后是儿子赶急,半路上被官兵的金马撞死。 方老汉的老伴经受不住打击,旧病复发,瘫痪在床。 而媳妇水大嫂带着三个孩子,天天以泪洗面,苦度时光。 水大嫂心地善良,不忍心丢下瘫痪的婆婆和三个不到十岁的孩子不管,多次拒绝了娘家人改嫁的劝导。 娘家人见她铁了心手寡,也就不再劝了,偶尔送一些钱粮过来,让她渡过难关。 一家人勉强能够吃饱饭,手里根本没有结余,经不起大风大浪的冲击。 这不,婆婆的病情加重了,整天发高烧,说着胡话。 水大嫂万分焦急,跑到娘家借钱,给婆婆治病。 母亲将她拉到一边,劝导说,你家穷得快要接不开锅了,还借钱给婆婆治病,以后拿什么归还呢? 为娘的说一句不该说的话,你婆婆年纪大了,也该死了,活着是累赘,拖累儿孙,不如早死早解脱。 水大嫂正色说,娘亲,你说的什么话,你不是从小教导我,尚要孝顺公婆,下要爱护儿孙吗? 为何说出这般狠心的话来呢? 母亲长叹一口气,说道,此一时比一时,我也是为你好。 水大嫂哭着说,我若丢下病重的婆婆不管,还算人吗? 女儿做不到。 母亲叹息一声,拿出一百文钱,说道,你也知道,娘家也不富裕,这些钱先拿去用吧,啥时候有了,啥时候再还。 水大嫂拿着钱,匆匆忙忙地走了。 一百文钱很快用完了,但是,婆婆的病情依然不见好转。 这一天晚上,水大嫂正在发愁,盘算着到哪里借一些钱给婆婆治病,忽然听见老三剧烈地咳嗽起来。 她赶紧起身去查看,只见老三的小脸通红,伸手一摸额头,烧得滚烫。 水大嫂心里一哆嗦,说道,儿啊,你不要下娘啊,这个时候,千万不要生病。 她拿来冷毛巾,敷在老三的额头上,坐着手到了五更,才趴在床头上睡了一会儿。 早上起床,水大嫂一摸老三的额头,依然高烧。 老三睁开眼说,娘,我的头好疼。 水大嫂忙说,不要急,娘带你去看病。 她急急忙忙地做好早饭,事后婆婆和两个孩子吃了,然后抱着老三,到了医馆。 医者说是感染风寒,肺部有炎症,要赶紧治疗,拖延不得。 水大嫂红着脸讲,手头上没有钱,想先奢一副药。 医者板着脸说,自古以来,医馆不是慈善馆,从来没有奢药的。 水大嫂急地扑通一声跪了下来,声泪俱下地说,先生,你就行行好,先救我的老三,日后一定会还钱给你的。 医者长叹一口气,说道,你先起来,看你一个富到人家,着实不容易,我先奢给你三副药。 水大嫂急忙说着感谢的话。 然而,过了两天,老三没有好转,老大和老二也接连咳嗽起来,伴随着高烧。 水大嫂急得六神无主,真想,一死了之。 思虑再三,她厚着脸皮跑到娘家去借钱。 母亲苦着脸说,你爹也生病了,哪有钱借给你? 水大嫂转身就走,母亲追出来,塞给她三十文钱。 可是,屋里一下子出现四个病人,三十文钱哪里够啊? 水大嫂便去找方家的亲朋好友借钱。 接连去了好几家,没有借到一文钱,只有一户人家,过意不去,送给她一生米和两颗白菜。 傍晚时分,水大嫂眉睛打踩地往回走,脚步似有千斤重。 路过土地庙时,她走进去,跪在塑像前,哭诉起来。 哭了一会儿,她抹干眼泪,出门而去。 走了几步,水大嫂忽然被草根绊倒,倒在地上晕死过去。 这时,飞来两只喜鹊,停在旁边的大树上。 其中一只,嘴巴上面断了一小截,出现一个明显的窝口,水大嫂认识,换她为老四。 说起水大嫂和这一只喜鹊的渊源,还得从五年前说起。 那时候,她刚刚生下老三,奶水不足,便去山上挖隔根。 刚走到山脚下,便看见一只狸猫,正在吞食一只喜鹊幼鸟。 水大嫂大吼一声,飞出镰刀,直扑狸猫而去。 狸猫下得赶紧丢下喜鹊,逃命去了。 水大嫂捡起幼鸟,发现半个脑袋快没了,嘴巴上的硬翘,也断了一小截。 她心生怜悯,也不去挖隔根了,捧着幼鸟就回去了。 正所谓死马当作活马医,水大嫂,决定是仪式,看一看能不能救活这一只喜鹊。 她细心地将伤口处的绒毛剪去,清洗干净伤口,涂抹上药粉。 她每天喂给幼鸟奶水,晚上睡觉时,将它放在枕边。 闲暇时,还会捧着幼鸟,絮絮叨叨地说着话。 她曾经对家人戏称,幼鸟是她的四儿子,故此称呼她为老四。 经过大半年的调养,幼鸟的伤口长出新肉来。 又过了一年,伤口愈合,完全看不出受过伤。 只是,嘴巴上的硬鸟却没有长出来,依然缺少一小节,格外显眼。 后来,水大嫂将喜鹊放生了,再也没有看到它了。 想不到,在这里居然碰上了喜鹊,水大嫂张嘴想打招呼,却发不出声来。 只听另外一只喜鹊说起话来,郎君,你还记得关于古墓的故事吗? 老四说,娘子,当然记得了,那是小时候,娘讲给我听的,她也是听姥姥讲的,据说这个故事是真的,流传了十几代了。 听到这里,水大嫂欣慰地笑了,想不到老四已经娶了老婆了。 这时,只听老四的老婆说道,郎君,我想再听一遍。 老四说,行,反正闲来无事,我就再讲一遍吧,你可要听好了。 老四清了清嗓子,讲了起来。 早在隋朝末年,天下群雄分起,燃起战火。 村里有一个姓林的大财主,祖父曾经围官,靠山王杨林打来时,他不想投靠到隋朝围官,便带着搜刮来的钱财,回到山村里隐居。 如今,传到了林财主这一带时,战火燃到了这里,林财主担心财富被乱军抢走,便心生一计,假称得了重病,不治身亡。 他的儿子们假装给他出病,把金银财宝装进空棺材里,埋进了坟墓里。 过了几天的一个深夜里,林财主带着家人躲避战乱去了。 这一走,就再也没有回来,全家都死于战火里,坟墓里的秘密,也被他们带进了土里。 但是,这是没有瞒过动物们。 林财主召集家人商讨这个计谋时,被躲在屋梁上的老鼠听见了,老鼠到处宣讲,整个动物界的飞禽走兽都知道了。 喜鹊们也都知道了,而且当作故事代代相传,流传至今。 讲完故事,两个喜鹊飞走了。 水大嫂醒了过来,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,往家里赶去。 一路上,她的脑海里都在思索着一个问题,老四所讲的故事中的林家古墓,是不是她所看到的那一座古墓。 因为从老四的描述中,两座古墓极为相似,应该是同一座古墓。 原来,水大嫂上山砍柴时,在一处偏僻的地方,看到过一座古墓。 当时,她就纳闷,别的坟墓都埋在南坡,这座古墓为何埋在北坡呢? 不合情理啊! 如今想来,定是林家有意而为。 水大嫂转而一想,老四既然当着她的面讲述这个故事,肯定就是她看到的那一座古墓了,不然的话,与理不通。 看来,老四有意报恩,泄露机密,让她摆脱困境。 想通了这一点,水大嫂大喜,当天晚上提着灯笼,独自去挖木。 不是她胆子大,而是人到了绝境,已经无所畏惧了。 费了好大的功夫,水大嫂终于打开了棺木,眼前的一幕,让她顿时大哭起来。 只见棺材里装满了银元宝,还有许多钱币和珠宝。 这一下,她的婆婆和三个孩子,都有钱看病了,她再也不用为生活发愁了。 水大嫂并不贪心,只拿出了十个银元宝,大约五千两银子,足够她家用了。 她将棺材重新封住,把坟墓恢复原样,挑着银元宝回家去了。 有了钱看病,婆婆和三个孩子的病,先后都好了。 水大嫂用剩下的钱,购置了一百亩粮田,租给别人耕种,把房屋也翻修了,还送三个孩子读书,从此过上了安稳的生活。 大约十几年后,闹起了灾荒,好多人家吃不上饭,连树皮也啃光了。 水大嫂把古墓打开,拿出里面的所有钱财,购买粮食,分给千家万户,帮他们渡过了难关。 大家都称呼她为活菩萨,在她死后,大家集资为她建造了一座祠堂,供奉香火。 后来,祠堂毁于战火。 这正是,女子善心就喜鹊,喜鹊报恩谢机密,善心自有善来报,天道不欺良善人。 胡为仲本是文华殿大学市左伟平属下的官员,和左伟平私交不错。 有一年的冬天,两人在左伟平的后花园的亭子里围炉赏煤,吟诗作妇。 左伟平喝高了,稀里糊涂地在亭柱上提了一手反尸,被胡为仲告发。 皇帝震怒,杀了左伟平全家,重用胡为仲,将他提升为协伴大学市。 过的几年,胡为仲被升迁为文华殿大学市,深得皇帝宠信。 这一年,胡为仲得到一块山料玉,想到明年春上就是皇帝武士大寿,打算把玉石雕刻成玉龙土珠,作为寿礼晋献皇帝。 这块山料玉是和田的玉公蓝彩玉尽献的,蓝彩玉是和田一代知名的玉公,别的玉公干活,都得有一件锋利的刀具。 蓝彩玉却与众不同,任何一件刀具,到了他的手里,都会变得锋利无比,用起来游刃有余。 他出的火,自然美伦美奂,巧夺天公。 和田县的县令副书说,蓝彩玉不要奖赏,只想亲手雕刻山料玉,为胡大人效力。 胡为仲于是下令蓝彩玉择日进京,到胡府制作玉器。 到了胡府,蓝彩玉要求独辟一事,把自己关在屋里,足不出户,开始制作玉龙土珠。 按照他的要求,每天只要将菜饭通过门洞放到屋里就可,不要打搅他。 过了一段时间,作品完成后,蓝彩玉打开屋门,沐浴更衣,然后把玉龙土珠捧给胡为仲。 胡为仲细细细观赏,不由得大喜。 这条玉龙昂首无爪,抑郁腾空而起,龙口里置疑透明珠子,吞吐兮兮兮,栩栩如生。 雕刻的刀法尤为细腻,特别是龙须,细如发丝,微微颤动,简直把龙刻画活了。 胡为仲奖赏了蓝彩玉一大笔银子,准许他归还故里,然后将玉龙土珠置于乡内,静等加期来临。 转眼就到了皇帝大寿之日,胡为仲将玉龙土珠尽献皇帝。 在所有文武百官的礼物中,皇帝最为喜欢玉龙土珠,细细地把玩一番,爱不释手,对胡为仲拙时夸奖一番。 晚上在偏殿大宴群臣的时候,皇帝特地把玉龙土珠摆于暗基之上,供群臣们观赏。 大家交口称赞,把玉龙土珠好一顿夸奖,皇帝极为高兴。 胡为仲也觉得脸上有光。 群臣们接着举杯庆贺皇帝,一些大臣开始吟诗作父,恭为君臣同乐的景象,好不热闹。 这个时候,有人指着皇帝身边的屏风,结结巴巴地叫了起来。 皇帝坐在上席,两旁摆着屏风,文武百官两边依次往下坐着。 皇帝的饭桌前就摆着暗基,暗基上放着玉龙土珠。 灯光照在玉龙嘴里的珠子上,映在屏风上面几个隐隐绰绰的大字,胡为仲反。 大殿上顿时鸦雀无声,胡为仲吓得跪在皇帝面前,气不成声地喊着冤枉,说是有人栽赃陷害于他。 皇帝铁青着脸,也不理他,令太监捣毁玉龙,将龙嘴打破,只见龙嘴的一侧内壁上刻着那几个字,巧妙地利用了玻璃球折射的原理,把字投印在屏风之上。 好好的一场,庆寿的欢宴,最后导致不欢而散,皇帝下令把胡为仲送到大理寺,拘押收监,然后满脸双色拂袖而去,留下百官们面面相去,黯然离开。 过了两天,皇帝发下旨意,罢免胡为仲文华殿大学士的职位,没收全部家产,贬回原籍,永不录用。 有大臣提出惩罚太轻,像这种谋逆大罪,应该像当初左伟平一样,礼当处斩。 皇帝说,左伟平提反尸,经过验证字迹是他的,是铁板上钉钉的事情,至于胡为仲的反字,是玉公刻上去的,有可能是被诬陷的,追究他一个失查的罪名就行了。 然后,皇帝下令全国追捕玉公蓝彩玉,务必捉拿归案送到京城,皇帝要亲自预审。 因为家产全部被没收,胡为仲和家属只能穿着一身衣服出城,沿途乞讨回老家。 这一天走到偏僻之处,打从树林里闪出几个人,拦住胡为仲,领头的正是蓝彩玉。 胡为仲冲上前去,抓住蓝彩玉的衣巾,哭喊道,尖贼,你为什么要陷害于我? 蓝彩玉厌恶地推开他,冷笑着说,胡为仲,你才是真正的尖贼,为了保住头上的乌纱帽,不惜陷害顶头上司左伟平,导致他满门抄斩。 这么些年来,你的良心就不痛吗? 胡为仲说道,放肆,左伟平心有不平,意图谋反,是就由自取,与我何干? 蓝彩玉一招手,背后转出一名老汉。 胡为仲一看见老汉,就样样地垂下了头。 当初胡为仲协助左伟平处理公务时,御用手中的便利和左伟平对他的信任,冒充左伟平签字,偷盖官印,为地方官吏图谋好处,被左伟平发现。 在后花园赏眉之际,左伟平从好友的立场出发,奉劝胡为仲投案自首,从而减轻责罚。 胡为仲假意应允,哭着倾诉一时糊涂,借机灌醉了左伟平,冒充左伟平的字迹,在庭柱上提了反尸。 胡为仲早就存心耍奸偷华,偷偷地模仿左伟平的字迹,达到以假乱真的水平。 当初模仿左伟平的字迹,本义只为冒充他的签名,没想到关键时刻,挽救了胡为仲的性命。 在胡为仲提写反尸之时,老仆左人抱着一坛酒来亭子里给他们酗酒,胡为仲没有发现。 左人看见胡为仲在提反尸,认的是主人的笔迹,金的酒坛掉在地上摔得粉碎。 等到胡为仲转身的时候,左人撒腿就往外面跑去。 别看左人只是一名老仆,可是他头脑相当灵活,知道如果留下来为主人变白,凶多吉少,因为自己是主人的,白口莫辩。 左人连夜出城,日夜兼城,去绍华山,找绍主人左纹理。 等到官府奉命来绍华山,捉拿左纹理的时候,左纹理早就不知所踪。 胡为仲看着蓝彩玉问道,你到底是谁?蓝彩玉冷笑道,你不是明知顾问吗? 胡为仲说道,你就是左纹理。 所以,冒充玉工陷害于我。 左纹理气愤地说,不是冒充,为了报仇,我把自己逼成了正真的玉工。 左纹理明白,虽然他在绍华山休息了十几年的武功,要找胡为仲报仇,却是比较困难的,因为胡府守卫众多,难以晋身。 最可行的办法,就是从胡为仲的喜好着手。 胡为仲喜欢玉器,左纹理打算从玉器上寻求办法,决定学习雕刻玉器,等到有了上等玉器,进献给胡为仲,就有机会接近他。 和田是产玉的地方,左纹理带着左人来到和田,定居下来,拜了一名老玉工为师,化名蓝彩玉,开始学习雕玉之法。 由于左纹理的内力深厚,把内力运到刀具上,刀法如有神柱,很快脱颖而出,名声响亮。 这一年,左纹理得到一块上好的山料玉,狭长成龙形,很适合雕刻,成一条玉龙。 他就把这块山料玉保存起来,在皇帝大寿的前一年,进献给胡为仲,并提出条件,愿意为胡为仲效力。 左纹理本想趁着接近胡为仲之机,出手刺杀,来个玉石巨坟。 但是胡为仲根本就不和他见面,凡事都有管家传令吩咐。 于是左纹理心声一计,就在玉龙上坐下手脚,轻而易举地将胡为仲扳倒。 听完左纹理的讲述,胡为仲不解地问道,龙嘴里的字,你是怎么刻上去的? 我问过老玉公,龙嘴狭小,刀具是没有办法伸进龙嘴里刻字的。 左纹理左手一弹,手里多了一根钢针,说道,老贼,在你临死之前,不妨把真相告诉你,我就是用这根钢针刻字的。 胡为仲惊讶地说,不可能,针尖玉到玉石就会折断,怎么可能刻字? 左纹理大笑着说,你别忘了,我会弃功。 左纹理把内力逼到钢针上,钢针比金钢钻还要坚硬,就算比玉坚硬十倍的材质,它都能留下划痕。 为了证明没有说谎,左纹理运气到钢针上,举手扎向路旁的石块,钢针应声插入石块中,惊得胡为仲,瞠目皆舌。 因为玉龙土珠是要尽献给皇帝作为寿礼的,胡为仲也只是在白天欣赏了一下,就收藏了起来,故此没有发现玉龙口中隐藏的机关。 胡为仲垂头丧气地说,找了你的道,我也无话可说,动手吧。 左纹理说,胡为仲,渊渊相报何时了? 我不会像你一样赶尽杀绝的,你如自行了断,我就放了你的家人。 胡为仲长叹一口气,一头撞在路边的石头上,弃绝而亡。 左纹理带着几人转身离去,不一会,就消失在密林里。 明朝天启年间,小山村里有一个孤儿,姓钟,名叫北娃。 中北娃的父母,早在三四年前,相继去世,那时候她才十二三岁,被姑姑领到她家抚养。 在姑姑家里住了三年多,中北娃看不惯姑父嫌弃的眼色,跑回家独自生活。 此时,中北娃已经十五六岁了,是个半大小子了,姑姑便让她单过,偶尔回来看望她,送一些钱粮。 中北娃家里有几亩汉地,她种上了长生果,其实就是花生。 那时候,花生传入中国的时间不是很长,这个东西还是比较稀罕的。 到了成熟季节,有人会来偷花生,中北娃只得在地里搭建了一个窝棚,守几个晚上。 这一天晚上,中北娃正在睡觉,忽然被一阵动静惊醒,伸出头往地里一看,有人正在偷花生吃。 明亮的月光下,只见那人拔出花生,坐在田笼间,只选大科的吃,小科的连看也不看,连同根莖一同扔在地上。 中北娃很生气,哪有这样吃花生的? 这不是浪费吗? 她气冲冲地走过去,呵斥道,你要吃,就好好地吃,光吃大科的,扔掉小科的,不是在抱田天物吗? 那人腾地站起来,怒气冲冲地说,怎么了? 吃你几颗花生,你还舍不得了? 我是看得起你,才吃你的。 换做其他人,我连正眼都不会瞧。 中北娃,见这人长得五大三粗,水桶一样的腰,铁塔一样的身躯,脸盘子又大又圆,一看就不是善茶,要是将此人惹恼了,他只会吃不了兜着走。 中北娃在姑父家里寄养了几年,最大的本事就是见风使舵。 他盲笑着说,这位大哥,你别见怪,恕我有眼不识泰山,你尽管吃,小科的,我捡回家,晒干了下酒。 一听说酒,那人砸巴砸巴嘴唇,说道,哎,要是有酒就好了,边喝酒边吃新鲜花生,岂不快活似神仙? 中北娃心里一动,说道,大哥,我家有酒,你在这等着,我回家抱一坛来。 他家里确实有一坛酒,准备请邻居大叔帮忙收花生食,款待他的。 中北娃之所以这么大方,是因为他想结交这名壮汉。 平常,他总是被村里的年轻人欺负,要是有壮汉给他撑腰,就不敢有人欺负他了。 不一会,中北娃就抱来一坛酒,和壮汉喝起酒来。 他不胜酒力,喝了两碗就推脱不喝了,让壮汉自真自着。 饮酒间,两人互抱家门,原来壮汉姓朱,人称朱大郎,家住高山上,今晚独自下山找吃的,看见花生地,嘴馋起来,因此,刨花生吃。 中北娃听他讲完,爽快地说,朱大哥,花生尽管吃,大家交个朋友。 朱大郎爽快地说,你这个朋友,我交定了,以后有事,尽管找我,刀里刀里去,火里火里去,绝不含糊。 很快,一坛酒见底了,朱大郎就是往地上一躺,憨然大睡起来。 中北娃想把他搀扶到窝棚里去睡,无奈他身体太沉,实在扶不动,只好拿来薄被,盖在他的身上。 早上醒来,中北娃打着哈欠走出窝棚,吓了一跳,只见被子吓,躺着一头大野猪,还在打着憨声。 想不到朱大郎是一头野猪精,难怪长得如此壮实,也如此蛮横。 这时,大野猪睁开眼,也是吓了一跳,急忙坐起来,变成朱大郎的模样,甘笑两声,说道,酒喝多了真是物事,想不到现了原形,让兄弟你见笑了。 中北娃拱手说道,没想到大哥是朱大仙,真是失敬。 朱大郎大笑着说道,俗话说,吃了人家的嘴短,拿了人家的手软,我吃了你的花生,喝了你的酒,盖了你的被,欠了你的人情。 你有什么要求,尽管说吧,我尽力满足。 中北娃头脑转得欢,急忙说道,别的要求暂且没有,我只想和朱大哥结拜为兄弟。 朱大郎大笑着说,如此甚好,我也没有亲兄弟,和你结拜了,以后就可以多多走动,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 两人当即跪下,搓土为乡,结拜为异姓兄弟。 既然是结拜兄弟了,彼此就不能见外,中北娃当即邀请朱大郎到家里做客。 朱大郎爽快地答应下来,来到中北娃的家里。 中北娃杀鸡仔鱼,做了一桌丰盛的韭菜,又跑到隔壁大叔家里借了一坛酒,款待朱大郎。 到了晚上,朱大郎要帮中北娃守花生,两人一同睡在窝棚里。 第二天一大早,中北娃找隔壁大叔借了一吊钱,去集市上买酒买菜,还专门买了一大袋子干花生,回家炒了下酒。 他知道朱大哥好着一口,因此投其所好。 回到家里,朱大郎已经帮他把花生收了,挑到院子里堆放着。 也只有朱大郎这么壮实的汉子,才会有这般力气,要是中北娃一个人,恐怕需要好几天。 在中北娃的家里好吃好喝了几天,花生也全部晒干,收集起来了。 这一天,朱大郎说道,好兄弟,你别不好意思开口,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尽管直说,只要大哥做得到的,绝不会推辞。 中北娃这才说道,大哥,你也看到了我的现状,我想发家致富,娶妻生子,恳请大哥给我一个长酒之计。 这是中北娃刻意逢迎朱大郎的真实目的,小恩小惠他不需要,他需要的,是脱贫致富,改换门亭。 朱大郎骚着脑袋想了一会,说道,兄弟,过几天,就是六月二十四,是关公的生日。 晚上三更左右,你端着一盘油炸花生米和一小坛好酒,到关帝庙里祭拜,就可万事大吉。 说完,告辞走了。 六月二十四,这天晚上三更左右,中北娃一言去关帝庙里祭拜。 忽然,他一阵晕眩,只见周仓走出来,换他进去。 到了大殿里,只见宾客满座,正在给关公庆贺生日。 关公也不说话,伸手在中北娃的后背上拍了一巴掌。 中北娃顿时醒了过来,原来是南科一梦。 第二天上午,朱大郎来了,带来几块金疙瘩,这是他在山剑里捡的。 他翻开中北娃的衣领,见他的后背上有一个红色的手印,喜不自盛地说道,这下好了,关公是武财神,你的背上有了他的手印,出门做生意时,就可以得到四方神灵的护佑,保你发大财。 这以后,朱大郎带着中北娃,用这几个金疙瘩做本钱,出外做生意。 有朱大郎出谋划策,加上财神印的加持,中北娃赚了很多钱。 两三年后,中北娃在城镇上盖了大屋,开了几家店铺,成了大掌柜。 他娶了刘氏为妻,生下两个儿子,一家人过起了富裕的日子。 后来,朱大郎告辞而去,再也没有来过。 有时候,中北娃坐在太师椅上,思念起朱大郎来,心里感激不尽。 要不是朱大郎的指点和相帮,他一个农家小子,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发达的。 南北朝时期,有一个名叫卧千秋的富家公子,去县城里拜访朋友。 在县城里逗留了几天后,他辞别朋友,骑着罗马,启程回家。 走到半路上,他遇见一个十来岁的少年,光着脚丫,缩着膀子,手里拎着几包药,低着头,快速地走着。 此时初冬时节,正是穿冬装的时候,为何这个少年穿着单薄的衣衫? 卧千秋心地仁慈,他叫住少年,询问起来。 少年未雨先流泪,他告诉卧千秋,他的父亲早死,母子二人相依为命,靠母亲给大户人家将洗衣物,苦度时光。 如今母亲生病了,他去给母亲抓药。 卧千秋心生怜悯,关心地问道,你不会连棉衣棉鞋都没有吧? 少年苦着脸说,我本来穿着棉衣棉鞋的,去药铺里抓药时,药钱不够,便把棉衣棉鞋当了,好歹凑够了药钱,给母亲治病药解。 想不到这个少年小小年纪,还是一个大孝子,我千秋心里不由地,暗暗地赞许起来。 他想了想,说道,这样吧,我去你家看看,怎么样? 少年点点头,在前面带路,我千秋跟在后面。 走了不远,来到几间草炉前。 少年先进去禀告母亲。 不一会,少年搀扶着母亲出来,招呼客人进屋落座。 我千秋走进屋里,只见家徒四壁,朱已破旧,可见日子不是一般的寒酸。 他坐下后,女子进屋歇息,少年陪坐,我千秋询问起少年的身世。 少年自称姓简,人称大郎,今年一十三岁。 父亲因病去世,已经三载了。 我千秋见他一直穿着单衫,询问他,为何不穿棉衣? 简大郎羞红着脸说,我就一套冬衣,家里没有备用的。 我千秋,鼻头一酸,走出门,从马背上的行李里,拿出八十两银子,送给简大郎,告辞而去。 这以后,我千秋见哥哥三五个月,去一趟简家,送一些油米布匹和银子,周寄他们母子二人。 他坚持了五年,直到简大郎十八岁了,能够靠劳动养活母子二人了,他才没有再去。 一转眼又过去了三年。 这一年的春上,我千秋去了一趟都城,探望做官的叔父一家。 在都城逗留了半年,他思念妻小,便向叔父一家告辞,骑着罗马回家。 在路上走了四五天,这一天,到了一座大山脚下。 我千秋正走着,忽然阴云密布,天色暗了下来。 这时,前面出现几名官差搭扮的人,挡在路上,拱手说道,公子止步,我家老爷有请,到府上一叙。 我千秋狐疑地问道,我在这里人生地不熟的,与你家老爷没有交情,他为何要请我叙话? 官差拱手说道,去了就知道了。 不由分说,牵着马江在前带路。 上了山路,七弯八拐之后,眼前出现一座城郭。 走进城门,一片繁华景象。 不一会,到了一座府邸,迎出一名官员。 官员上前拉住我千秋的手,往厅堂里走去,一路上谈笑风声。 到了厅堂里,分宾主落座,官员吩咐上茶,早有拆一端上来茶展。 我千秋打亮了官员一眼,拱手说道,你我素未谋面,承蒙厚爱,受宠若惊。 不知为何如此遵我,代为座上宾,还请凝视。 官员说道,你是我家恩人,承蒙你照顾我家妻儿多年,心里感激不尽。 今日,恩公从此地路过,因此请来续话,表达感谢之情。 原来,此人就是简大郎的父亲。 他因为生前仗义直言,品行端正,留在殷私任职,如今升为判官。 如果没有卧千秋的周济,妻儿恐怕早就饿死,这种恩情,简判官自然铭记在心,感恩戴德。 不一会,到了掌灯时分,简判官吩咐摆下酒宴,和卧千秋喝起酒来。 简判官殷勤劝酒,卧千秋不知不觉间有了醉意。 这时,一名官差走进来,禀告说,判官大人,人犯已经带到,请你发落。 简判官点点头说,知道了,我马上就到。 官差走后,简判官站起来拱手说道,恩公稍作片刻,我失陪一下,处理完公事就来。 说完,出了厅堂。 卧千秋闲坐了一会,百无聊赖,站起身出了厅堂,到院子里散步。 他看见院子对面的几间房屋里灯火通明,便信不走了过去,来到走廊上。 这时,他听见一间屋子里传来一阵阵狗叫声,伴随着男子的惨叫声,好奇兴起,推开一条门缝,往里偷看。 这一看不打紧,他吓得两股战战,几欲坠地。 只见柱子上绑着一名男子,上百只狗排着队,轮流走到男子身边,咬下一块肉吃掉,然后从侧门出去。 这边刚出去一只狗,那边的侧门里,就会走出一只狗,排在对墨。 男子身上的肉,被咬下一块后,很快长出一块心肉。 男子疼得发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,令人惨不忍闻。 卧千秋稳住心神,仔细一看,男子竟然是他的亲弟弟卧千雪。 他一把推开门,冲了进去,被小鬼拦住,将他推了出来,关上了门。 卧千秋拍着门大喊,检判官走过来说,恩公且到厅堂里去,容我细细告诉你原因。 到了厅堂里落座,检判官讲了起来,原来,卧千雪平生最爱吃狗肉,几乎无狗肉不欢。 这几十年里,他吃了一百多条狗,因为罪孽太重,被殷私捉拿归案,遭受报应,让被他吃掉的狗,都来咬他一块肉,报仇雪恨。 卧千秋听完,跪下来,哀求检判官想想办法,搭救弟弟一把。 检判官扶起他说道,我这次请你来,其实就是为了还你一个人情。 你的弟弟接受完惩罚后,我们会送他回家,饶他不死。 但是,如果他不知悔改,肆意而为,下一次就不客气了。 卧千秋狐疑地问道,这么说来,鸡鸭鱼肉,都不能吃了吗? 检判官微微一笑,说道,鸡鸭鱼肉,本来就是让人吃的,无可厚非,这是他们的宿命和功能。 但是,狗是人类忠实的朋友,帮人看家守护,岂可杀来吃肉? 肉是不能乱吃的。 卧千秋千恩万谢,检判官挽着他的手,将他送到门口,拆遣一名官差送他回家。 官差让卧千秋骑在罗马上,闭上眼,一拍罗马的屁股,罗马飞快地跑了起来,恍如腾云驾舞一般。 等到罗马停下,卧千秋睁开眼,已经到了家门口。 卧千秋拍门叫醒家人,家人见他半夜里回家,万分惊奇。 卧千秋开口问起弟弟,家人说,掌灯十分,他得了怪病,身上长满红疮,疼痛难忍,喊叫了两个多时辰,刚刚入睡。 卧千秋心之肚明,进屋歇宿去了。 第二天早上,卧千秋去探望弟弟,将他昨晚在阴思里所见所闻都讲了。 卧千雪下得脸色惨白,赶紧诵经念佛,七七四十九天后,红窗消失不见。 从此后,他再也不敢吃狗肉了。 人类文明发展了几千年,哪些肉该吃,哪些肉不该吃,早有定论。 千万不可贪图一时的口腹之欲,结下罪孽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